你上BIG-T打1.6渦輪版本 改裝D1SPEC電子油門加速器7-DRIVE 使用的專壓線組為5A 首先安裝的第一步驟可以看到 電子油門的踏板 上側有一個插頭 我們將專用線組5A 直接做對插 再連結至下方的控制盒 電源的部分則是採用OBD2接頭 直接對插即可擷取電源 另外再將控制主機的部分妥善固定 就可完成基本的安裝 在安裝後 須首次進行設定 現在我們將紅火開啟 目前顯示為NOR 將中央set鍵 持續按住 會進行倒數 零鬆手 記錄 記錄 此時不踩油門 顯示H0.0 將油門踏板 踩到底 踩住並按下set鍵 記錄 持續踩住 可以看到螢幕顯示為100% 再將油門 鬆開 踩 踩 踩到底 即完成基本的設定 另外選擇 選擇模式 共有三大模式 目前NOR為原廠的狀態 也就是說 如果螢幕出現NOR時 一切的狀態 與原廠一模一樣 按下MOD鍵 目前顯示為SP1 由中央set鍵選擇段數 共有九段 再按一下MOD鍵 回到原廠模式 再按一下 EC1 同樣由中央set鍵選擇 共有七段 EC7為省油的最大段數 另外SP9為動力最大段數 可讓駕駛者自行的選擇 各種模式 以符合各位的開車習慣